大家好,我是强子 本次课程呢,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web系统的一些历史背景和一些基础知识 首先的话呢,我们来看一看整个互联网的一个历史严格 简单的去做一个回顾 互联网的发展呢,经历了大概有四五十年的时间了 应该说已经是很长的一个时间了 针对于整个计算机行业来说 几乎是跟着计算机行业一起在发展 但是我们真正去接触到互联网 或者说互联网在全世界大规模运用的话呢 其实也就十几年的时间 但这十几年的话呢 其实互联网经历了非常深刻的一个变化 首先的话呢,我们来看一看 web的1.0,2.0和3.0的一个时代 大家呢,有兴趣去扩充知识 可以直接在百度里面搜索web1.0,web2.0 或者说web3.0这样的关键词就可以看到更详细的一个信息 那么web1.0时代,2.0时代,3.0的时代 它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呢 那么对于web1.0来说 主要是啊,我们的这个最终用户呢 是属于信息的获取者和消费者 这个怎么来理解 web1.0的时代呢 作为我们最终的用户 更多的都是去看信息 看一些新闻 看一些这个文章啊 看一些学习资料 那么这个信息 由谁来创造呢 1.0的时代 我们的信息呢 由我们的网站来创造 或者说啊 网站运营方 创建 比方说我们最早期的 在2000年左右的那几年 我们的门户网站 我们的新闻网站 这些呢 都是属于信息的创造者 那么比较具有典型代表呢 就是雅虎 新浪 搜狐 网易 中华网 tom.com 等等这一系列的网站 那这是呢 web1.0的时代 大家可以注意到啊 相当于我们互联网的参与者呢 是很被动的去接受别人 告诉我们的一些信息 那这很显然是 不太符合我们现在啊 对互联网的一个理解的 而 接下来呢 慢慢的呢 又过渡到了web2.0的时代 那么2.0的时代呢 和1.0有一个最本质的区别 就在于 2.0的时代 咱们的信息的创建方式 用户 我们有个专业的书语 叫用户创造内容 叫UGC user generated content 用户产生的内容 这是2.0时代一个最明显的一个特征 内容不是由网站运营房自己在那创建 自说自话 而是由我们千千万万的互联网网民一起来创建的内容 那么比较典型的应用呢 比方说我们的论坛 咱们的这个微博 还有呢 一些视频分享的网站 包括我们的这个分类网站 分类信息网站 像58同城这一类等等等等啊 展现形式非常多 但是他们都有一个核心 就是内容本身不是由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公司 某一家机构来产生的 而是千千万万参与到其中的这些用户 那这个时候呢 事实上我们的整个网站运营方 它运营的不是内容本身了 它运营的是一个平台 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看到的电子商务的网站 或者像阿里巴巴这样淘宝这样的网站 它的产品不是自己的 是卖家在上面发布产品 同时买家呢 在上面去买产品 而淘宝网本身呢 只是一个平台 它要负责运营的 就是把这个平台运营好 让这个平台获取到大家的信任就可以了 OK 这是2.0时代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用户创作内容 那么接下来呢 又到了3.0的时代 3.0的时代呢 我认为事实上它没有很明显的 说一个很大的一个突飞猛进的进步 事实上它更多的强调的是 用户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获取内容 还是呢 基于1.0和2.0这样的模式 只不过呢 概念上和一些方式方法上 手段上稍微有一些差别 用户 也当然也产生内容 但同时它用户获取内容的途径呢 变得更加的多样化 最典型的 我们的RSS订阅 那它可以认为是web3.0时代的一个标志 我们用户要获取的内容 我们不见得非得需要去某一个内容集中的地方去获取 比方说我要去新纳看新闻我就要去新纳或者去网易 买东西我就一定要去这个淘宝或者说京东 那么去上论坛 我一定要去csdn或者说这个itpub等等这样的一些技术型的论坛 那么有了RSS订阅以后 我们可以订阅各种各样的这个文章报刊 电子电子杂志等等 包括一些其他用户分享的这些相关的领域的一些内容 我们直接只需要安装一个RSS的订阅软件 比如说现在我个人比较偏爱的一款订阅软件zacker 当然这种类这种类型的软件也非常多了 那么我按照我自己的需要去获取相应的内容 那么还有呢像包括像今日热点这样的一些app的应用 它不会说只是告诉你今天发生了什么有什么样的一些新闻 或者说热点世界 它会去看我们用户的行为 根据我们用户的使用行为和平常日常所关注的一些这个话题来推送给我们 对我们来说可能更希望看到的一些内容 那么相当于来说 今日热点它所聚合的内容呢非常多 但是它并不是把所有的全部呈现给你 而是根据我们的一个兴趣爱好 它呢来计算出来和预测出来我们更喜欢看什么 然后推送给我们 也就是说每个用户看到的内容都是跟它自身的一个用户习惯 和关注热点更相关的 这是呢属于3.0的一个时代 好具体的内容呢有些更细节的东西建议大家呢 下来可以直接在经过输入运行再去搜索啊 再继续去关注它 那么第二个层面呢 我们来看一看 关于这个web页面最重要的一个展现形式 html 最早期的时候 事实上web页面的展现呢 不是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啊 这么的美观漂亮 事实上最早期的时候 web页面的呈现就是一个纯粹的文本 我们我这边有个小工具啊 我给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演示 我这边有一款工具呢 叫做curl curl呢是一个命令行的一个工具啊 事实上它其实也就是早期浏览期的一个原型 好 我呢先切到我的工具目录下 好 运行curl 它就是一个啊 命令行的一个应用程序 好 后边呢 比方说我们现在跟一个网址 百度 ok 好 我们呢直接访问百度这个网站 这个时候呢 它就可以了 在命令行里边 把我们百度网站首页的这些内容给获取的 ok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浏览器啊 啊 东西们现在可能感觉很奇怪 这浏览器这个东西怎么看根本没法看 的确是这样的 这个可读性太差了 更谈不上什么用户体验 但最早期的浏览器的原型就是这么一个样子 ok 那么它是以纯粹文本的形式来展现 那没有办法展现图片 更别说现在的一些视频啊 多媒体的一些这个内容都没有办法展现 只能展现一些文本 好 后边的话呢 我们发展出来了html 那么目前最通用的标准呢 是html4和最新的html5的标准 那么html呢 它是我们web信息展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种渠道 html的全称呢 叫做超文本 标记语言 全称啊 叫做 hypertext啊 叫超文本 macup language 超文本标记语言 那这个东西怎么理解呢 事实上就是说我们在网页里边看到的很多内容 事实上它是由一个一个的html的标记来完成 最后浏览器呢 再去解析和处理这些标记 把这些标记呢 变成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很美观的一些图形界面 我们随便打开一个浏览器啊 简单了解一下这个过程 比方说我们来访问一下这个百度 我们在看到百度的这个首页呢 其实啊 有文本 有按钮 有图片啊 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啊 还可以这边可以动画展现的一些这个图片 那么 我们用户看到的 其实都是经过浏览器经过解析和处理了以后 展现出来的一个界面 我们单击右键 看它的一个原文件 事实上你会发现 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 跟刚才我们用CURL来访问一个它的页面 看到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这里边看到的内容 大家注意看啊 这个地方红色高亮显示的都是HTML的一些标记 都是啊 HTML的一些标记 包括后边的啊 这里边当然呢 还牵涉到一些CSS和JavaScript的代码 但同样 它们啊 也都是属于整个Web页面展现的一个范畴 这些都是标记 Script的标记啊 包含里边JavaScript的脚本 好 后边还有包括像我们看到的这个超连接的标记啊 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文本框的标记 input等等 好 当然呢 这边顺便说一下 百度这个首页呢 是经过这个性能优化和处理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密密麻麻的比较难看懂 那么这个呢 是关于Web前端的一些性能要求啊 这个后边我们的Web前端分析的过程会给大家讲 为什么要做成这样 这次还是回到HTML这个标记语言来说 它事实上啊 所谓的它虽然叫Markup Language 但是它并不是一门编程语言啊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确 它只是一个标记语言而已 它按照自己HTML4和HTML 我定义好的一个规范来进行相应的标记 那么浏览器呢 根据这些标记 进来解析和渲染 把它变成了一个图形化的一个界面 这是HTML啊 这个标记语言 它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 那么HTML呢 现在两个标准同时在用4和5 其实就是相对于是两个不同的规范 那HTML5呢 是兼容HTML4的 HTML5呢 目前也是很热的一个技术话题 一个技术领域 大家去搜索引擎搜索HTML5 你会发现有很多讨论HTML5的一些这个文章 我们呢也可以来看一看 HTML比HTML4来说 它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在于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HTML5的页面里边展现多视频 展现一些多媒体啊 甚至做一个小游戏都可以 那这是HTML4这种纯粹的一个文本标签啊 没有办法完全做到的 我们以前在HTML4里边啊 这些网页里边 我们要去播放一个视频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就需要在里边嵌入一个视频播放器 比方说我们平常接触到对桌的Flash Player 那么Flash Player呢 其实就是一个视频播放器 那它呢会被嵌入在HTML4里边来提供视频播放的能力 那么在HTML5里边 我们呢就不需要这些专门的播放器了 它内置了这样的一个播放器的支持 这是一个啊 最容易 大家最容易能够理解的这样一个区别 其他的该有的一些标签 该怎么样展现啊 都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 好 这是关于这个超文本标记语言 那么接下来呢 再来看一看咱们的这个HTTP的协议 HTTP协议呢 其实 重要的把这个我们的前端和后端连接起来了 让我们呢 能够真正能够进入互联网的这个web的这个时代 HTML4只是一个前端内容的一个呈现而已 但是这些内容从哪里来呢 它一定是要从我们的服务器获取的 那么HTTP协议呢 就定义了一整套的一个机制 让我们如何能够从服务器端获取到我们想要的一些网页和一些这个资源 比方说图片视频等等 怎么样去获取到这些资源 同时呢它也定义了我们的用户怎么样去跟服务器端进行数据的交互 比方说我要登录我需要输入我的用户名和密码 那么这些输入的用户名和密码我们怎么样去传递给服务器来做教验 这就是协议来定义的 那么HTTP协议呢 它的全称叫做超文本 传输协议 都是超文本 超文本的一个传输协议 前边是超文本的标记语言 后边是超文本的传输协议 那么一个web系统 那最核心的两个构建呢 就是HTML和HTTP 一方用于展现 一方用于数据的传输 这两者必须要结合起来 才能真正形成一个web系统的一个基础 那HTTP协议的话呢 目前使用的是1.1的版本 目前所有的网站 注意是所有不是部分 所有的网站 包括我们所有的一些web服务器 使用的收选的就是1.1的一个版本 那么1.1的版本呢 事实上已经经历了很多很多年了 所以这也是这个HTTP协议 期待需要改进的一个地方 从98年开始 咱们就一直进入HTTP1.1的这个协议版本 到现在2015年 一共17年的时间 都在使用1.1的这个版本 没有任何的一个变化 那当然HTTP协议1.1也好 1.0也好 但1.0都是过去式了 我们主要讲1.1 它呢 其实会存在一些致命的一些问题 比方说传输的效率很低 然后呢 这个冗余的一些内容非常多 无谓的消耗了我们的一个贷款 增加了我们的访问时间 所以呢 现在基于这样的一些问题 事实上呢 谷歌牵头 正在开发一款新的协议 叫SPDY 这个呢 会比HTTP1.1的版本要更加的先进 速度呢 也更加的快 但是呢 目前还没有正式完全的这个被通用 所以呢 我们也只能等待 那后边我们所有的课程 基于的协议都是1.1的协议 当然也没有办法基于别的协议 别的协议都不成熟 这是协议本身 好 我们会有专门的课程呢 去给大家去讲协议啊 这而且这也是我们web测试里面最核心 最重要的一个课程 我们会专门再给大家去介绍 那接下来再来看看我们 互联网或者说web系统 我们的前段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我们的web系统最开始呢 一直都支持的是这个PC啊 也就是我们的台式机啊 或者笔记本电脑 这是最开始啊 一直支持的 而且呢 现在仍然支持的很好 但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一个爆发 和我们的智能手机的一个普及 那么我们呢 毫无疑问需要把我们的web系统 移植到手机上去进行浏览 那么一直到手机上来说呢 其实是协议本身啊 不需要有任何变化 但是呢 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另外一个协议 叫做web协议啊 叫无线访问协议 那这个协议呢 它其实也是基于HGP协议来定义的啊 只不过增加了一些轻微的一些规范啊 让它变成了在这个手机的浏览器里面 也可以正常的这个访问啊 本质上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那么现在我们的智能手机啊 大家如果去用智能手机啊 你如果留心的话 你会发现 我们的智能手机 其实现在都在使用 还是HGP1.1的标准协议 并不会再去使用web的这种协议了 所以web协议应该说也算是过时了 我们在这个手机的浏览器里面 还是说在电脑的浏览器里面 我们访问同一个网页 事实上看到的内容都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区别 而协议其实传输的过程 本身也是一样的 也没有任何区别 无非就是说呢 在有些这个网站 它对手机那分辨率 和用户的一些使用习惯不一样 进行了一些适配 因为手机的屏幕相对电脑来说要小很多 所以呢 它会去开发一套专门针对手机浏览器的 和手机屏幕分辨率的这么一个网页 它们的内容或者展现方式可能不太一样 因为屏幕大小的关系 但是呢 它们所使用的后台的技术 和前端的一些渲染的技术 都没有本质的区别 所以呢 大家不要把这两者觉得 完全是不一样的两个领域 它们所有的东西 本质上都一样 所以我们了解了 PC端怎么来进行web系统的测试 在移动端的测试 方法同样适用 那么接下来 这个话题对科技和人类的影响 那这个呢 我想也不是我们课程的一个主体了 我呢就不做过多的介绍 总之一句话 就IT行业或者说互联网行业 对人们的生活的影响 已经越来越广泛 越来越深入 基本上啊 我们已经离不开它了 OK 那么 以上呢 就是对整个互联网的一个情况 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阐述 那么后边我们呢 就会有专门的课程 去把这些知识一步一步落到实处 好 正门课呢 先到这